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只剩下一个多月 就要迎接七八月份 暑假旅游旺季 平保协会公布了 最新的团费参考资料 包括了欧美澳洲等地 因为需求大 机票饭店涨价等原因 这个团费都比去年同期还要高 像是如果要到美国的话 最多会贵个2000到5000块钱 那么加拿大的团费 更是比去年的同期 多出了6000到18000元 而国人非常喜欢去的日本 则是因为 这个近期的汇率比较高等因素 团费平均比起去年同期 是贵了1000到3000元 至于菲律宾长滩岛 因为有新航空公司加入营运 机票的价格 则是会便宜个3000块 迪士尼卡通人物 在园区内游行 跟民众打招呼 超萌模样 大人小孩都无法挡 即将迈入暑假旅游旺季 但家长如果想带孩子 到日本度假放松 可得多掏点钱 东京大阪因为也会有乐园 乐园会有一些需要治理的部分 这些扣除个人自费 大概也是大概三四万 以台湾人最爱去的日本来说 除了近期 日币的汇率持续在高点 暑假旅游需求大 机票涨 加上明年奥运也让房价攀升 因此到日本 预估会比去年同期最多贵3000块 另外游韩国的团费 也小涨1到2000元 想出国游玩 不少人也会考虑海岛国家 到东南亚虽然也因为机票 饭店车资的因素 团费小涨500到1500元 但相较之下涨幅不算高 其中长坦岛更因为有新的航空公司加入 机票价格降3000块 但如果考虑长城旅行 可要有心理准备 燃油税有稍微比较偏高一些些 当然票价到了旺季期间 其实会根据这个油价的涨幅 也会做一些调整 想到每家走走逛逛 口袋得够深 美国因为机票贵 团费涨2000到5000元 加拿大的涨幅更惊人 机票住宿交通门票通通变贵 团费平均要多6000到18000块 相对长城县的欧洲澳洲 调价空间较少 分别贵1到2000块 以及3000左右 不想荷包失险 民众出油计划得精打气酸 借州雨林雨台报道